南韩夯团Infinite队长金圣归将于19日在台举办粉丝见面会 经抵台后先接受媒体访问 见到大批记者先用中文 大家好我是金圣归 打招呼 随后表示在来台之前 东宇就推荐他一定要吃芒果 而团体的群组中 大家昨晚有开会议 聊到年底将在韩国举办粉丝见面会 间接预告Infinite即将回归乐坛 他这次来台举办个人出道五周年活动 适逢团体出道七周年 途中还碰上Hoya退团 问起金圣归在团体或个人活动上的差异 以及从中学习到什么 或是对Infinite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他先感激有Infinite 自己才能以歌手身份站上舞台 也托团体的福 才有机会以个人身分发专辑 只是出个人专辑才能凸显自己的特色 让粉丝看到更多不同的金圣归 这五年七年 想起来很满足 新奇 很不可思议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支持 也希望能顺顺利利走下去 也会让粉丝看到更多不同的演出 透过不同的舞台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金圣归接受媒体联访 图鞋献记者叶正勋社 2017年11月18日 其实金圣归是综艺节目新宠儿 录制不少节目的他 已尝试过旅游 导生活的节目 但还是有想尝试的类型 喊话若有机会 想跟Infinite一起出国录旅游节目 环嘴田表示 第一站就要来台湾 他也提到 出道前跟团员容易吵架 不过相处久了 对彼此也互相了解 所以不担心出国会有争执 金圣归将于明晚在 Legacy Max举办两场粉丝见面会 目前晚上场已全数授庆 下午场仍有少数票券可购买 他也透露 在出道五周年这意义非凡的场子上 有精选不少个人专辑的经典好歌 粉丝可以好好期待 更多金圣归访问可致粉乐闹观看 金圣归接受媒体联访 图协县记者叶振勋社 2017年11月18日